云贵高原上有一片特殊地带 无人涉足的天坑中隐藏着怎样的未知传奇 敬请收看左边中国挺进陛下龙宫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2014年4月20号以来 各大媒体和新闻网站 经相报道一则消息 就是世界第一大射电望远镜 在贵州平塘顺利合拢 这个世界领先的精密天文仪器 为什么会建在偏远的贵州山区 30个足球场大小的仪器 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呢 据说建造这个庞然大物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巨大的天坑 什么是天坑 它和苍茫的宇宙有什么联系吗 我们就一起去探索天坑 解开其中的奥秘 沿着峭壁下落70米后 我们只能紧握手中的一条绳索 而脚下仍是一片深远 走遍中国设置组将要探寻的 是位于大侍卫天坑坑底上方 150米处的中洞溶洞 这个位于山崖之中的溶洞 必是险要 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人类的禁区 2008年 一只名为飞猫的探险队 沿着绳索攀悬到这里 然而当他们进入溶洞 却被眼前的一切所惊呆了 在这片荒野绝境之中 居然存在着一个已废弃数百年的工程 乐业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 当地居民定居于此已有数百年历史 他们享受着洪水河所带来的安静祥和的生活 然而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县城 居然拥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天坑群 在方圆20平方公里的山地上 先后发现了28个大型天坑 有着天坑之多的美誉 清晨我们向大示威天坑进发 我们要从大示威天坑南路的马方洞进入天坑 探寻大示威天坑中神秘的古人遗迹 下面就是万丈深圆 这里距离我们的目标中洞溶洞 还有70米的悬崖峭壁 凭借多年丰富的攀岩经验 飞猫队员轩穹飞 很快驾驶好了一条SRT下降绳 这种单绳索下降系统 利用滑轮原理 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省力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出发前宣穹飞一再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 据说这竟然与一种小动物有关 到天坑下面的时候 千万不要出来 经常叮叮叮叮 那石头就掉下去了 那时候好奇了 下去出来炸炸炸 那石头带风的 发当时的砰这么一炸开 吓得要命 马上跑回去 天坑中为何会有石块滚落 这与中洞溶洞中的遗迹 会不会有什么关联 天与黑啊 这个里面有一种 我们就是说灰猫啊 就是无鼠 它在石壁上面做草 无鼠是一种夜行动物 最大可以长到50厘米以上 它们在悬崖上活动时 碰落的石子石块 从数百米的高空滚落山崖 发出隆隆巨响 被村民穿为了巨龙的咆哮 虽然理论上下降绳 可以负担一吨的重物 足够安全 但近临悬崖之上 仍让我两脚发软 不寒而立 而此时 我们三人的性命 便全托付给这两根毛钉了 下降的过程 并非一帆方顺 这块石头 卡到了我们的绳索 担心绳子被磨断 我们用攀岩锁扣 又加上了一道保护 要不要长一点 要不要长一点 长一点 这样也可以了 等了 下面看起来没有做高 对 你到这下边了 你就 就感觉就不一样了 老半天啊 所以我有时候我就感觉就是 十几层楼很感觉的高 光过 对 对 因为它 这个地方好像 这是没一个对比 对 没有那么长照 让我多放一点 让我多放一点 七十米的距离 远比想象中的漫长 二十分钟后 我们终于来到这个 至少已经沉寂四百年的洞穴 在什么地方啊 石块整齐地堆放在两旁 难以想象 会有人在这里修起道路 这个墙 人工去的痕迹 这个墙肯定人工去的 然后把石头轮起来 可能以前是人工台 也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来运了 这个垒的不是一个灶台之类的吗 这不是 灶台在里面 可以想象 能够在天坑洞穴中修路的古人 必然抱着长期铸扎在这里的打算 这个石头的灶台 至少可以同时烹饪二十人的火石 灶台上的油渍和灰烬依旧 恍如昨日 看来当补给充足时 长期驻扎在这里并非难事 灶台后面有一处天然水源 时光荏苒 流水依旧 默默地刻画着岁月的蹉跎 终于我们找到了古人发掘的秘密 这个消土非常的好 全都是中栋里面 都是这种消泥 百余米长 四米宽的通道 竟然是为了挖掘上面堆砌的消土 如此庞大的规模 绝不是少数人短期内能够完成的 特别是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这里 你看 这原来的消土肯定是到这里的 你看 从这里嘛 这一个层面 可以看出来 都被取走了 这个消土 证明以前那个规模是很大 平均挖掘的深度 竟已超过一米 如此算来 这里至少也生产了上百吨的消土 如果说黑火药是古代的科技产品 那么天文望远镜呢 就是现代的科学利器 巧合的是 他们都利用了这个偏远神秘的天坑 根据科学家论证 天文望远镜的选址 首先要屏蔽外界信号的干扰 偏远的广西贵州石山区 正是这样一种安静的地方 另外呢 取自天然的地形 恰恰是天坑给科学家最好的馈赠 在这个大十五一天坑当中啊 四面的山峰陡峭 貌似铁桶 而贵州平唐的天坑呢 则更浅 更缓 貌似锅底 据说这种锅底状的天坑 更有利于架设天文望远镜 让我们再一起去探访一下 这类天坑又是什么样的天地 为了找到与望远镜玄址相似的地形 我们来到了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乐业县的神木天坑 这里的风暖颇为缓和 我们甚至在此偶遇一位 刚刚从坑底释完干柴的老人 老人告诉我们 附近的村落都在神木天坑 拾柴采药 因为这里地势平缓便于出入 而且存有众多珍稀草药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隐秘之处呢 神木天坑中巨石丛生 以前听老人说 原来就像一个桥 因为这个天坑的两边山峰比较高 它原来像一个天桥一样 后来坍塌下来 相传 神木天坑上方本有一座石桥 不知何时坍塌下来 掩盖了桥下的流水 坑底的巨石正是当年坍塌下来的石桥 令我们最为惊奇的是 这片郁郁葱葱的丛林 是如何在岩石上生长的呢 现在我们在的位置 是神木天坑底 你看这些藤 这一棵是藤 这一棵也是藤 然后这棵树 你看它就寄生在这个大树 这下面是一个大树 然后这一棵 它就寄生在它的上面 它的根你看 残药在这个大树上面 各类植物交错高点 寄生共生 拓宽了生存空间 有经验的采药人 可以从识别糖条和树木的种类 来推断哪里会有药材 但是如此众多的植物 如何获得水源 难道植物的根脉 可以穿透盐层吗 这里是天坑的最底部 到一般到那种春天的时候 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走到这里 感觉啊 这石缝里面就冒着那种凉气 就是你看这个大石头 就是以前坍塌的 坍下来的 山上的居石 为何会坍塌下来 居石下方 又为何会冒出白气 这正是天坑形成的玄机所在 天坑原本是一座座 底部有地下暗河经过的山卵 随着水流不断侵蚀和搬运 在流水与岩石数万年的博弈之中 山卵内部逐渐被搬空 而更高处的岩层 在重力的作用下塌陷脱路 不断填补被水流掏空的部分 最终高耸的山卵 变为了凹陷的天坑 地下河水仍在流淌 石缝中的雾气 正是河水冲上来的水蒸汽 这些雾气为天坑 提供了温暖潮湿的环境 使各种珍稀的药材 得以繁衍兴旺 而原本长在山顶的草药 也随着山峰的塌陷 封闭在陡峭的天坑底部 就像什么 红豆山 这里面还有红豆山 还有就是鸟巢爵 还有一种是短苍爵 那个都有 不要就像植物专家说的 比恐龙时代还要少 西化一草 使人们的生活 与天坑紧密地联系起来 看似偏僻的天坑 隐藏了无尽的财富 天坑给人类带来了意外的收获 但是有时又会给人带来灾难 2010年5月30号早晨8点 重庆的一位村民 兰华平打开家门之后惊呆了 家门前的公路上 塌陷了这么一个大坑 根据目测 这个塌陷的大坑 大概是漏斗形状的 直径有两米 深也大概有两米 随后公路旁的四户村民 都发现自家的房屋 有不同程度的裂缝 最大的裂缝达到了五厘米 这是近五年内 重庆发生的 十余起地县事件之一 而广西的南宁 柳州等地区 近年也频频传出地县事件 甚至广州 太原 南京这样的大城市 也都有类似的事件 所有的情况 都是好好的地面上 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大坑 这对于人口密集的城市 绝对是灾难性的 那这些天坑 到底是怎么来的 据说呢 它们都是跟地下神秘的水流有关 我们再来看看 一个天坑 是如何被地下水创造出来的 华夏十层楼高的崖壁 我们终于到了康底 虽然大坑宽多百米 但在底下竟有一种 坐井观天的感觉 乐业这神秘的土地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 奇特的大坑 飞猫队员告诉我们 这些井观的雕刻大师 就是藏在洞穴深处的水 这些洞 深藏在大坑的底部 洞中有坑 坑中套着洞 这种复杂的系统 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极为罕见的 天坑底部全被巨石铺满 过去曾有人一不留神 踩入缝隙 扭断了脚踝 脚下渐渐平坦 突然 碳灯的光线 淹灭在了一片黑暗之中 这里似乎深不可测 直至此时 我们才意识到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 规模庞大的地下大厅 这就是传说中的玫瑰大厅 它到底有什么神奇 接着微弱的光线 我们看到了巨大的石中乳 和结晶岩壁 但是这个巨大洞瓶的 整体面貌究竟是什么样的 现在我们将用一张 探险队员不久前 利用特殊灯光设备 拍下来的照片 还原它的真实面目 它就是号称世界第二 中国第一的溶洞大厅 据地址人员测量 它长近500米 宽近200米 而洞顶 却仅有薄薄的20米 随时有塌陷的可能 能掏空如此大的洞穴 可见底下那股暗流 力量一定极为强大 在我们走过的地面上 地下和留下的痕迹 惊喜可见 河水流进这里 预济了深厚的泥层 水位下降之后露出的地面 甚是沧桑 不过追踪地下和 可不是一件安全的事 历史上曾有探险队 在地下洞穴中遭遇地面冲下来的洪水 犹如瀑布狂蟹 十几个人全部丧生的惨剧 甚至辅助飞猫探险队的一个武警战士 也曾在一次探险中壮烈牺牲 那么20年前的坑地溶洞内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那年是11月份 结果在下到下边以后 考察队再进入地下河里边突然涨水 地下河就喀斯特这种地下河里 在它整个系统里边一个局部暴雨 可能几个小时后 那个洪风就过来了 我们在回撤的时候呢 原来的路就看不到了 因为它已经淹上来那水 像大家都着急的时候 在探陆的时候 这武警战士他就 他也着急 可能就是滑了一下 刚刚激流就把它给带走 为了防止悲剧的发生 我们调动起所有感官 搜寻着地下河的讯息 希望不要突然滑落到 它布下的陷阱之中 隐隐地我们听到了流水声 沿着声音的源头走去 我们终于找到了 它躲在黑暗处的身影 通往地下河的陡坡 非常湿滑 河水湍急 我们不敢再继续前行 难道我们真的无缘进来 这神秘的地下雕刻大师了吗 探险队员告诉我们 他虽然在此已经顿地前行 但会在另一个地方冒头 钻出地面 在那个地方 有他创造的另一个世界奇观 我们要到那个地方 去会会他 所以弄流屯听起来 似乎就是洞中的水要冒头了 弄流屯 传说中这是一个出美女的地方 年轻的女性 今年都到城里去打工了 单看这位大婶织布的手艺 就可以感受到当地妇女的贤贵了 天终于放晴 在村民的带领下 我们终于看到了那个 已经流出地道的水源 它现在的名字叫 布柳河 河水平稳而清凉 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在洞中找寻的那条地下河 曾几何时 它是如此黑暗而恐怖 但到了地上 却又变得温柔 不过柔弱是表面的 数十万年之间 它在石宫里外 雕倒出了一个世界级的奇观 仙人桥 那里也是当地壮族神圣的雀桥 据说只要到那里 一去山歌 便能找到神仙伴侣 漂流到仙人桥 是充满风险的 据了解 过去这里曾礁石密布 这条河段 总长15.3公里 总共有12个险滩 14个急弯 数百块岸礁 现在虽然已经清除了大部分 仍然惊险不断 刚过险潭 一块巨石横在船头 好在船家急转船头 避开了凶险 有惊无险地 过了这段区域之后 河水渐渐平息了 它近来突起 似乎是一段血缺 犹如暴房于来临之前的影迹 绕过河湾 一座高大的石谷 屹立在远方 像巨龙一样 飞发在布柳河两岸 既有山的尾岸 又有洞的通灵 而造型 与中国的石谷桥 如出一辙 真可谓 水从碧玉环中去 人在苍龙背上行 这座桥的结构 十分复杂 它不仅是一座独桥 而且是两座拱桥 垂直对接而成 据专业测量 仙人桥的桥身 距水面高度有145米 拱桥高度约67米 桥身总跨度约177米 是目前中国发现 桥拱跨度最大的 塔斯特天生桥 在古代 天塌地线 都是不可预知的可怕事件 然而经过 现代地质学的研究 和勇敢者的探秘 人们逐渐地揭开了 它神秘的面纱 在贵州广西的一些石山区 人们主动地迁移了一些 位于地质塌陷地带的村庄和学校 避免了可怕的灾难 同时还有更多的科学家和探险者 在不断地搜寻和发现着 这些地下龙宫神秘的踪迹 它是目前极限旅游 和科学考察结合的 最好的前沿项目 有更多的人正在热情高涨地 走进这个神秘而有趣的领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